五六七八 老毛 你没发过娱乐去啊 老毛 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这是这是 血 快起 干什么呀 你快来人家说话叫 血 血 还开鼻子上 血 起来 你看这 再上一遍 快快快 没事 不行 就流血 你拿着羊肉 快点 去把急诊去 好 有个小朋友就问妈妈 妈妈 妈妈 那个地球为什么是圆的呢 那小朋友在地球上走 应该是平的或者是弯的 怎么能是圆的呢 那妈妈告诉你 我说了 我说了 你听到我说话了 乖一点 因为这个地球上它本来有好 等会儿 你听到我说话了 喂 妈 婷婷 你爸快不行了 什么 我跟你讲 你爸我看你真的流皮鞋 后来我带到社区医院来了 不让我说 不乐观 护士小姐 我现在情况怎么样 您先别着急 我们主治医师正在给他做检查 谢谢你啊 没事 主任 主任 我麻烦你 情况怎么样啊 笔记笔记 病人流鼻血 只要清鼻晾血治愈就可以了 你通知家长放心吧 啊 放心啊 没事 爸 你刚才呢把我给吓坏了 哎呀 现在那些小医生呢就是没有经验 你说留个鼻血鼻血怕什么的 不过我跟你说 也怪你 你说你得送两只王吧 要不啊 我们孩子他爸爸也不至于不至于这样 不会吧 你这个话说的 你说去 这个不能怨人家亲呀 都怨我命去 不去 不管怎么说啊 咱这样 还有两只 我求你拿走 啊 行行你拿来我拿回去叫他爸去 都没了 我怕糟糕也都炖了 还是那些小半锅汤 不会吧你 不四只啊 不 来 太可惜了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妈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这有点突然间疼了一下 是不是急火攻心动了胎气了呀 没事妈 嗯 要不这样吧 咱们先回去吧 对对对对 咱们早回去干什么 在这儿养着吧 不是妈 我现在有点正常 爸你好好养着啊 我们就先捂着 那我们回去了啊 不行不行 捂着捂着捂着 好嘞 亲姐慢走啊 好嘞 不送你们了 爸再见啊 嘿 你说说啊 闺女白养了 二十多年了 哎 在这儿现在不能住了 认床了 这个你这儿 要去 tale 有什么事 呢 那什么事 不信赶着可柜 你能够放过他 我没能够放过他 是麻煩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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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 嗯 我不能 stacking 那种本当是 就可以了 你了 我没能够放过他 我你 都来了啊 叔叔 跟你妈怎么说的 我跟妈说我在听听看电影去了 对 我们也是看电影 都是看电影 口径太一致了 别露了马脚 我告诉你妈 拍完以后照片自己保存好 千万别让你妈她们知道 我妈知道也不会怎么样的 我怕落个埋怨 叔叔您放心 我做了一保密文件 这密码只有我跟小姨知道 等会儿 你现在电脑上就有两个文件打不开 是不是有什么保密文件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 你还说没有 有没有 有 有 你别啥说 好啊 无敬你 你别吵 你别吵 你要吵的话我不拍了 别别别 小爱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再说了 一场电影只有两个小时 咱们得抓紧时间拍 好 开始 老婆 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啊 那个 有事你快说 老公 等我们有了宝宝以后呢 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新的生活 新的开始啊 是 我觉得应该换个新媳妇 你跟你说张声嘛 陆克敏 老公 等咱们有个孩子以后 咱们不能每天都当一个啃老祖爸 啃就啃 来 等啃不动一天再说 嘘 你个大男人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你妈这段时间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这跟咱妈有什么关系啊 你总不能一直都待在家里吧 那住哪儿啊 我也不能带着一个孩子顺满路吧 所以啊 这款房子的事情呢 咱们就得提前提到日程上 好 行 好了 你看 咱们俩都是月光头吧 这每个月不负债也不错了 这上哪儿存的啊 反正我不管 我呢 简单地说了一下 不过 等咱们以后呢 搬到新家呢 每个月的房贷至少得有三千块钱 还有呢 咱俩的通讯费 再加上网络费得有五百块钱 你总得给我捡一个保姆吧 那咱们就算捡个这么多的保姆 你大概也得有个两千六百块钱 这些钱不多啊 我一个人的心存就够了 哟 你还好意思说你那人薪水啊 那充钱量就算是工资 我刚才呢 说的那个 都不到十分之一 你想呀 咱们到时候得在家吃饭嘛 那些财女油盐结在一起 一个月也得有两千块钱嘛 还有就是 水费 物业费 电费 媒妻费 一个月得八百块钱 对 我老公跟你说 最主要的就是保姆的妙不失钱 奶粉钱 一个月得五千块钱呢 老公 再说了 咱们也得换个车吧 换车 你有车 我那摩托车挺好的 那摩托车 到时候我生了宝宝 我坐在后面抱着他 吹着风 哇 多危险啊 人家都说了 那骑好摩托车 那是骑出一身病 那骑不好是要人命 最主要是他不安全 是 你得换个车 安全低啊 行 好吧 我先上班去啊 老公 你换了车以后呢 咱们就得有油钱了 一个月也得一千块钱吧 再加上停车费 一百块钱 车的保养费啊 保险费 一个月怎么着 也得有八百块钱 你呀 我呀 还有宝宝 每个月买个衣裳 娱乐一下 这块开销费 也得有一千五百块钱吧 真难啊 也不算不知道 一算架死人了 是啊 想到这些 我们都睡不着了 要不然 咱们就再开转时间了好吗 你看我过转时间的游戏 一上市啊 就有不少分红了 到时候咱们得考虑这个问题 我现在微笑了 头就疼 我压力少了 没有压力哪有动力啊 那也行 你要想没压力呢 那就把眼睛闭上 对了 老公 咱们呢 每个月得回家看看二位两人吧 这样呢 孝敬他们一下 那没个三五百 那哪能拿得出去少啊 你得一大早上把这么重大事情告诉我 你让我这一天怎么过啊 你让我这一天怎么过啊 你